Hello 大家好 我是花 沒錯 我是剪掉頭髮 我記得小學生之後 小學之後我沒有剪掉那麼短 當時還是被媽媽迫剪到那麼短 雖然現在看到她的臉很粗糙 但設定頭看起來會比起長頭髮更豐盈 而且好色很多 不過今天就不跟大家說我頭主 是洗手間和大家約會 因為今天想和大家分享我的冬天護理程序 我真的很少在這個洗手間和大家拍片 觀眾來之後好像拍過一兩次 因為這個洗手間太過屈質 你看到我現在的燈在後面上來 因為真的打不到燈 所以如果大家看到我的光是白色的 大家知道冬天最重要的一定是 保濕保濕保濕和保濕 加上我本身是乾性和很容易敏感的皮膚 所以冬天真的非常禁注意保濕 所有的皮膚品我都希望 以保濕為主 洗面方面最近在用兩支 一支就是這個 你看到我已經用到凹薩了 它是Elomi 我本身是乾性皮膚 很多洗面的產品 可能用完後面會覺得很乾 但如果加些比較潤身 例如洗面奶 又覺得好像洗得不太乾淨 這個擠出來是白色的 它是洗面膏加水起泡用的 只想加一點水 你看到已經很容易起了很多泡 給大家看看 再一次 再一次之後沒有了 這個對於我來說的質地剛剛好 可以幫到我感覺到 洗完後乾淨了 但不會好像很乾 捉捉捉捉捉捉 所以它裡面有一股輕輕的香味 我都覺得很舒服 真的用了很多 讓我塞在底下 大家平時用洗面會不會像牙膏一樣執著 平時化淡妝 或者沒有化妝 或者是早上用的 如果我的妝比較濃的話 我就會用這一支 我想大家都有見過這個品牌 它們最有名的就是金箔鹼 但我現在用的是它的洗面gel 洗面的同時 它可以幫你吸走皮膚裡面的化妝殘留 其實它就說可以下妝的 但我自己也建議大家先下妝 再用它就會更加乾淨了 它是日本沖繩海泥 可以同時幫你吸走皮膚裡面的油脂 所以用完之後 它是會比起剛剛二撈面會乾一點 不過我覺得也不算特別乾的 之後馬上塗護膚品就沒問題了 但它是一個不好的地方 就算我向上擺 它也是會這樣漏出來 我不用擠的 它自己就漏出來 所以你放的時候 你一定要向上擺 乾手乾面 直接擦在臉上 我平時洗面是會戴頭菇的 如果我現在再戴頭菇 我怕大家接受不到我的造型 所以就用一下我的頭髮 我現在手上有兩盒 這一盒是磨砂來的 Pill 這是深神清潔面膜 Clay Mask 我不會太瘋一次膚色 大概一個星期我會做一次磨砂 以及一次的深神清潔面膜 不需要每天做的 尤其是磨砂 真的不要每天做 Philosophy的Pill 它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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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用 我之前推介過一次給大家 我自己試過這麼多的面部磨砂 我自己覺得真的是最小的磨砂粒子 它還有一種很香的橙味 你每次使用的時候 你會塗一點 其實我昨天已經做了磨砂 所以我不拿這麼多 平時大家就拿多一點的份量 我會乾面用的 因為我覺得乾面用會磨得乾淨一點 尤其是嘴角和鼻翼的位置 就磨了幾下 因為那些位置特別多死皮 它一盒裡面是有兩瓶的 這個是用來中和 你看到上面就有一些白色的東西 但可能有時候冬天比較乾 昨天磨完今天已經又有死皮了 那就可以在那些位置再磨一磨它 磨多一分多小時就可以用水洗走 其實我用濕毛巾洗臉很久 因為濕毛巾經常都濕 很容易會脂症細菌 如果你本身是很容易爆瘡 或者皮膚很容易有敏感的朋友 就可能可以試一下轉 不用濕毛巾洗臉 好像我這樣 洗完臉之後就用乾淨的紙巾擦一擦 其實我平時會用這個廚房的抹手指 但是今天 真的免得走來走去 因為設定了很多機器 我怕我會擀掉它 而深層清潔面膜就是 幫你令到皮膚毛孔裡面 最深層的髒東西浮出來 那沒有了些髒東西 塞著毛孔 毛孔就會變得更小 而且會更容易吸收護膚品 還有面膜 嘴唇呢 我是任何時候都要塗的 我想很多人都認識它 但大家要小心一點 因為它是有假 不是叫假的 我也沒試過那支 我不知道它是否好用 但樣子真的很像它 便宜十幾二十元左右 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我見過它是最近網路上非常火紅的 可以做到三倍深層滲透 精華推進十層機底的 Ole Manus Mask 它一身裏有兩個加火 這個就是它的面膜 而這個就是微瓷導入器 它的用法其實跟平時的Sleeping Mask一樣 你便塗一點點出來 但就不像茶霜一樣 塗得那麼薄 要有一點厚度 然後呢 可以用這個微瓷導入器去滾它 其實這個滾來有什麼用呢 就是它會釋出微瓷力量 令到我們現在滾的面膜 精華更加深入皮膚底層 還有呢 你按的時候 你滾的時候 可以這樣向上拉 想這個 拳骨這個位置 更加強硬一點 更加緊緻一點 都是可以向上拉的 順便做到一個V面緊緻的效果 它還教我們鼻翼這個位置 可以這樣大圈圈 讓精華更加滲透 因為鼻翼也是一個比較容易乾的位置 平時用的時候 大概按兩分鐘左右就可以了 其實我現在按了一會 它已經吸濕了很多 是非常方便的 趕時間用它一流 其實這個本來是睡眠面膜 你可以敷過夜的 但我自己也是比較喜歡洗乾淨 然後再塗護膚底層 用完之後 記得洗眉澀度入器 然後放在一邊 讓它乾就可以了 基本上也不用怎麼離開 剛才也是忍不住出去 拿了一張全粉抹手指 敷完之後 臉馬上滑了 和水潤了很多 你們平時化妝之前 其實我也覺得可以用這個 臉夠保濕 你看到這些紋都變淡了 大家都應該認識它 是新鮮的玫瑰水 你看到不是用了很多 因為用了一個星期左右 這麼多年已經很多人都推介過它 但其實我自己第一次用 我習慣用化妝棉上 它的玫瑰味真的很香很自然 像在聞一個新鮮的玫瑰花味 很舒服 不會像有些護膚品 它的玫瑰味很人造 拍勻全面 等它完全吸收完之後 就可以塗B5 Gel 這個B5 Gel 在我第一條影片 跟大家推介我 我喜歡的護膚品 已經推介到現在了 但大家不要對它有很多期望 因為它只是做一件事 就是保濕 但到現在來說 我介紹過這麼多次 很多朋友用完它之後 都覺得它很好 也有回購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皮膚很乾的朋友 而你又未試過B5 Gel的話 不妨可以試一下它 很多朋友都會很難塗眼霜 又或者是去到你真的有眼紋的時候 先考慮去塗眼霜 幸好拓爛我到今時今日為止 我也是中女來的 我雙眼都沒什麼眼紋 就不是因為我用了什麼很好的眼霜 但我21、22歲開始已經有塗眼霜 而且塗的時候真的沒有怎樣塗眼睛 我覺得無論是什麼眼霜也好 你都一定要塗眼霜 即是到你真的有眼紋的時候 所花的錢和時間一定是更加多倍 至於這個Dior的眼霜 我覺得是好用的 我喜歡的 一就是它是很吸收 即是印幾下 對眼睛已經很快吸收了 你不用塗它幾下 另一方面就是它夠滋潤之餘 不會每次塗 同時我用了這麼久 我雙眼都沒有出油脂粒 但它是很滋潤的 所以我覺得這支也不錯 最後一個步驟 Malvita的玫瑰Cream 對,day cream 原來它是 我都沒有留意 但我日和夜都是用的 基本上我摺一包就夠全臉 其實我不是特別喜歡玫瑰味的產品 只不過是剛好 這兩支也是 而這個Cream 我覺得也是剛剛好 有一陣薄薄的保護膜 可以幫我鎖住水分 不會那麼容易乾 好了,今天和大家的石手家約會 就到此為止 記住冬天最重要的一定是保濕 保濕和保濕 只要你的皮膚夠保濕 夠滋潤的話 很多皮膚上的問題都可以解決到 之後上底妝也比較貼 好,那我今次的分享是這麼多 希望大家會喜歡 下一條影片應該是化妝片 到時我頭應該會設定好和大家見面 好,我們下次再見 Bye